没见证过四大分位那个时代的球迷只会说 Wins Carter很强吗? 那个这辈子只会扣篮的三流球星 但我会告诉你 他绝不是一个只会扣篮的三流球星 他是会入选名人堂的球员 Wins Carter 现在距离Carter宣布退役也已经过去了四天 看到球迷们都在讨论Carter能否进入名人堂的话题 我终于还是决定写一写我自己的感受 Wins Carter会是名人堂球员吗? 如果我是评委 无论是否喜欢他 我一定会为他投上一票 因为Carter就是一代传奇 我们甚至可以在BBR名人堂概率94.55%这些数字上看到真相 因为比这个数字低的 入选了名人堂的球员都有59个 所以不是Carter配不配进名人堂 而是你真的认识Mins Carter吗? 1998年Jordan宣布退役 整个联盟陷入了后曹丹时代的陨落之中 尽管四大中锋游在 后生们接连打出身价 可依然拯救不了联盟的颓势 甚至连道琼斯指数也不可避免地下掉 仿佛真的如同神隐一般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Carter进入了联盟 2000年依然未能焕发生机的联盟迎来了后乔丹时代 即将改变历史的一次全明星 就是这一年 Wins Carter第一次成为了全明星票王 并且参加了扣篮大赛 而在这些扣篮大赛 他带来了冠决联盟的转体360度大风车 惊艳世界的同时 也带着死气沉沉的NBA 步入了全新的21世纪 他或许不是救世主 但他却是成前起后的大英雄 同年夏天 Carter跟随美国南篮 在悉尼奥运会顺利夺冠 从七尺法国中锋头顶一飞而过的镜头 更是成为经典 2001年 Carter的表现也是越发抢眼 场均得分飙升到职业生涯最高的27.6分 带领球队打出了57.3%的对时最佳胜率 这一年再次当选了全明星票王 也正是在这一年 出现了西科东埃 北卡南脉 四大分位的名号 但谁也没有想到转车来得如此之快 在这之后 虽然Carter连续蝉联四届全明星票王 但在其他三位叱咤风云之时 却始终看不到Carter的影子 他因扣篮而出名 却也好像被扣篮所禁锢 在所谓持球核心的表现上 始终不温不果 尽管身背着四大分位的名头 但他却一直没能被纳入那些 真正从硬仗中磨砺出来的 一流球星的范畴 2005年 Carter长军得分断崖式下跌 也让球队老板更加认定 他年事已高 Carter被迫远走新泽西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他和Jason Kidd VHR Jefferson 组成的三驾马车 成为当时NBA最受球迷欢迎的组合 而在篮网的Carter 也是再次达出了 场均27.5分的表现 此后两年 Carter虽然带领球队一鼓作气 连续两次杀入东部半决赛 但也连续两年止步于此 虽然个人数据来到场均25加5加5 也被认定是联盟顶级得分后卫 但殊不知 这却是他最后的余热 这样的状况 一直延续到2009年 那是他作为真正充满威胁的核心的最后一年 他从新泽西来到了奥兰多 在那度过了平平无奇的两年 最后一个赛季 他被交易至凤凰城 却立刻又被转手裁掉 2011年迷茫的Carter 迎来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这时的Carter 无论是定位还是打法都十分迷茫 逐渐缓慢的横移速度 也不足以让他成为一个与体系结合的合格三地球员 而他也无法从曾经的巨星打法中完全抽身 加上身体机能的下降和伤病的困扰 他的效率愈发下降 愈发伤害球队 当时的自由市场 没人想要他 半人半神的Wins Carter 原本很可能在2011年就宣告退役 以这种不体面的方式 好在蓝网时代积攒的人员 让他得以从老友Jason Kidd那里 重新得到了一次机会 也就是这次机会 得以让他的职业生涯 又延长了几乎十年 他接受了自己 不能再作为投牌球星的现实 他明白了 以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 大概只能做一个合格的常规轮换 他开始更多的跑位 更多的无球掩护和空切 他把自己的出手 缩减了近三分之一 去适应整个阵容 因为他明白 现在的自己 只是一个普通的球员罢了 但这时的Carter 似乎才是那个 喜爱篮球的他最本真的模样 他以36岁的年龄 偶尔兴致勃勃地 完成一记诈框 完成和老搭档Jason Kidd 跨越十年的合作 他站在那些20岁的年轻人面前 用经验和预判 教会他们该怎么打球 他上场的时间越来越少 但你却从他的表情中读不出 隐私沮丧 2014年的Carter 追求着几乎是自己生涯中 最后一份合同 他选择了灰熊送出的 三年1200万 然而不幸的是 在这里Carter要扮演的角色 并不是他日渐熟忍的常规轮换 而是像马怒一般的逆劲腰刀 37岁的他 要在这里去做回27岁的自己 这份合同 无可避免地失败了 在三年之后 40岁的他又签下了另一份合同 不是勇士 不是马刺 不是任何一支有希望夺冠的球队 但那又如何 他只是希望能够继续打球罢了 他只是在这份运动之中 感受着同30年前的自己一样的快乐 不得不说 时间是个奇妙但也残忍的东西 许多人只看到了Carter作为人的后半场 看到了他须发白斑在场上 走出四大分位的最后一个岳父 却不曾有幸 亲历他如天神一般 在诸侯四月起的联盟中 用一个个超越人体极限的扣篮 成为初代北境之王 这样神奇的上半场 在细数他的生涯荣誉 可以看到这份成绩单 也超过了许多球员 25728分的总得分 8次全明星 两次NBA最佳阵容 NBA历史第六的三分球命中数 唯一一名横跨四个年代的球员 职业生涯22个赛季 还有史上第一扣将 他能够挑剔的 也就是巅峰期略短 以及没有那一座总冠军 最后还想再说一说 为什么卡特在历史地位的比较中 属于下风 因为有一种技术叫扣篮 有一种纽带叫情怀 绝大多数人喜欢上卡特 都是因为他飞天遁地的扣篮 如果能将卡特进入联盟以来 所有的扣篮做成一部紧急 那或许联盟现如今的扣篮 都会因为他的存在 而显得黯然失色 想想看吧 无论是初出茅庐时 在扣篮大赛上的挂臂 还是出征奥运之时 飞越法国中锋的死亡之扣 无论是巅峰时期 在篮网各种不讲其面的格扣 还是末年颠沛流离之时 灰光返照的老季福利 每当这个UFO双脚离地展开双臂的时候 他就像是一个画家 手中的皮球是他的画笔 面前的篮筐是他的画布 胳膊下面部扭曲的对手 正是他伟大作品下的点缀 就那么短短几秒钟 手起 球路 我们的艺术家 骑着他的摩托车绝尘而去 伟大却已然耸立在 每个球迷的心中 他是艺术家 是诗人 是可以定义扣篮的 篮球界的莎士比亚 但在很多人眼里 这也就是上限了 虽然他的突破让人热血沸腾 他的扣篮让人血脉盆张 他用肆虐篮筐 在一代人的青春里 一起绝尘 呼啸而过 但留下的却也只有这些 他也绝杀过 可人们至今记得的 还是他在对阵76人 最后时刻的投篮不重 他同样敬业 同样渴望胜利 同样追求着一枚戒指 但人们却从他孩子般的 大笑中得出幼稚的结论 批判他的职业精神和好胜心 说得很对 看卡特打球总感觉少点什么 其实这不是卡特一个人 这是某一类球员的通病 他们兢兢业业 球技精纯 他们穿针引线 无所不能 他们可以打出漂亮的数据 却难在历史翻页的关键时刻 留下自己的名字 Andre Iguodala Richmond 无不如此 说到底 他们或许缺少的还是那一种混蛋的气息 那种对胜利已经近乎变态的渴望 那种损人利己式的对赢球的偏执 凌晨四点的洛杉矶 暗流涌动的芝加哥 乃至Duncan都在14年总决赛前放出了干掉热火的狠话 但这不能怪卡特 他的性格本来就是如此 生活不只是篮球 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 不必为了追求胜利的执念 去伤害自己和他人 这也是卡特这22年的生涯写照 从未放弃 从未懈怠 从未为了取悦他人而自我改变 他自然地接受了时间给他的侵蚀 去试着生存 让自己享受着降落的时光 毕竟不是每一个超级球星都能像卡特那样 在重伤之后放低身段 接受球队边缘人的角色定位 在远离聚光灯的地方 继续发光发热 在四大分位里 同样因伤折异的 Tracy McGrady和Allen Everson 早在2013年就宣告退役 只有Kobe和卡特坚持了20个赛季以上 而且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Kobe 在职业生涯的终点上 还有机会献上60分绝唱 但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卡特 不管命运给自己怎样的安排 都欣然从命 笑言以对 从舍我其谁 匹匿众生 到夫为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是卡特为每一个普通人 走过的平凡之路 谢谢你 卡特 说了这么多 我想把曾经看到的一句话 也说给大家听 不外乎是天使坠入凡间 UFO缓缓降落 美丽的寇兰终成传说